我们回来谈这一次的走私烟风暴 学和 结态现在成了关键角色 我们这样讲好了 过去 因为他就是供货者 他是物流的源头 而且他在台湾也有场 所以过去到现在董事基金会反烟害 一直反得很严格 所以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 董事基金会一直在跟结态缠斗 就是结态当时不是说 我带90亿新台币要来台湾建厂 结果董事基金会会说算一下 说懂了 台湾没有调烟捐 结果结态在那一段时间 把他的各项烟品分别涨了 10块钱到30块钱不等 如果以一年结态在台湾 大概卖7.5亿包烟的话 7.5亿包烟 对 台湾的烟民很支持的 光是这样算一算 他说用平均 我们台湾假设是2300万人 我们就算连小baby都算金军 还有抽烟的话 那7.5亿包 抽不完 但中间不能算我 因为我也不抽 所以董事基金会就直接呛 他说你结态不要讲说什么 90亿来台湾开烟厂 帮我们创造机会 是一个好的外资投资 他说你光是多赚这个烟价 就多赚了140亿 而且我们还少了关税 投资还有减免 所以他直接讲 结态这一笔投资 根本是取之于烟民 用之于烟民 是台湾的烟民出的钱 是我们台湾人买单的 因为他光要靠他涨价 多赚的那些钱就够了 就够了 搞不好都可以盖一座半的烟厂 所以这一次董事基金会 没出来骂人 不知道怎么搞的 也许是换了政权 他们立场比较松动也说不定 可是这一次这个烟捐事件 其实民众最有感的 还不是说 到底怎么能够卖109条 而是你看画面上这个阿伯 好来 我们来看这个阿伯 民众的愤怒 他说可怜做工的人 买婚百元 国安买烟65 不是 你知道这个 做工的人要花百几户买婚 我们国安牌 65块就可以买到了 因为做工的人 其实实际上他的 做工 对 不好意思 做工 做工 就是在工地做工 他一个月收入5万6万顶天了 国安局赚的钱 我们光讲吴宗献 一个月至少赚7万 那收入比你高 买烟比你便宜 然后国家还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烟捐 是为了怕你们身体不好 还拿去做长照 还拿去多抽了那么多的烟捐之后 阿伯愤怒 觉得国家怎么这么不公平 但阿伯如果继续听我讲 那个烟捐到哪里去呢 你恐怕会更气 好 所以 65到100多这中间 这大概有50块左右的 就是我们的烟捐跟烟税 阿伯要注意看 你的烟税跟烟捐跑到哪儿去了 我们这样讲 2015年的时候 苹果日报做了一个追踪报道 它说来高雄市开了一个参访团 参访团的名义 叫做参访外国茶器 撕烟烈酒的一个行程 这个行程花了多少钱 15个人参加 然后整整花掉220万 然后去哪里呢 去杜拜 去土耳其 去希腊 妙了吧 不是这个是参访吗 杜拜 杜拜参访什么 第一个这钱全部都是烟捐来的 这220万高级团钱是烟捐来的 然后他参访什么地方 因为你如果说查气撕烟 一定应该要去跟官方团队 譬如说跟土耳其跟希腊的海关 问说那里怎么查撕烟 政府是怎么规范 没有 完全没有官方拜会行程 中间去哪 你就想嘛 阿光说那去杜拜干什么 去杜拜学习查气撕烟 他们去杜拜参访香料黄金士纸 这把撕烟没关系 香料黄金士纸 然后中间搭船畅游爱琴海 然后去参访了两个葡萄酒庄 还有一个结泰日烟的土耳其厂 好了我们这样讲 唯一只有一个结泰日烟的土耳其厂 跟烟有关 我再讲下去你更气 请问这跟查气撕烟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你去烟酒公卖局的烟厂去里面 晃了一趟看一看 然后说你就知道怎么查气撕烟了吗 哎呀这样我才分得出真假 我去真的查看一下 哎呀那我就知道假的啥了 错错错错错 因为这才不是重点形成 而且它整整 我们这样讲好了 当年连国建署都说 这样子对国民观感不好 你拿我们辛苦交的烟捐 出国去参访 勉强够了一个理由 说是要查气撕烟 结果去那边看的都是旅游行程 香料市及爱情海 没有真正学怎么抓撕烟的时候 阿伯现在更生气 阿伯说我多交那四五十块六十块 是给你出国去玩的 而且最重要 他光是2015年之前 去过什么地方 去比利时 德国 卢森堡 荷兰 2012年到日本 隔年到丹麦 芬兰 挪威 瑞典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 希腊 沙拉 阿伯 土耳其 行程从9天到12天不等 总共花了800万 这些钱都是烟捐里面的 茶器撕烟奖金 那你如果说茶器撕烟奖金 发给这些有工人员也就算了 没 他让这些人 政府 市府 官员 出国去访问不痛不痒的旅游行程的时候 为什么民众生气 你乱花我烟圈嘛 然后你让特权阶级能够不用烟圈 就照样买到烟的时候 这个相对剥夺感 才是一个买烟 明明没什么大不了 为什么民众一直气 一直气 一直气 气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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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这个烟圈 被你拿去乱花 而民众还要拿自己做工的钱 给你多缴这些冤奖 大家一听之下 内心就觉得不爽了 好 这个气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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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心情呢 我可以体会 因为我们在缴税的时候有种心情 那我们在缴税的时候要是报纸打开 什么官员贪污啦 什么下水道贪污啦 你就会想哎哟 我缴这些钱给国家是怎么了 让他们去贪的吗 所以就气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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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气还没有消 我们持续再来追踪这一次的走私烟风暴 不不要气了啦 我们回来看一下台股 台股呢 现在大家都说有热钱行情啊 为什么呢 来 我们来看三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FED即将要降息了 FED降息当然就有钱要离开美国了 第二个讯息是欧洲呢 很有可能要QE了 就开始印钞票了 欧洲也有可能在9月份要降息了 不管你是要QE印钞票还是你要降息 钱又要从欧洲央行跑出来了 第三件事情是来 境外资金汇回专法在8月15号要上路了 境外资金汇回专法一旦在8月15号上路 就代表台商的钱 有可能一波接一波要回流了 所以不管是从美国 从欧洲还是从对岸 钱要出现了 钱 我们常常讲 所有的柴货的价格都是什么 都是钱推出来的 所以只要有钱 任何的产品价格都可以往上 就像过去中国大都炒过蟋蟀 炒过任何东西 所以只要钱回来 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讲到这里热血沸腾了 对不对 热情要来了 不管从欧洲来从美国来从对岸来 就是热情要来了 那照理说热情要来了 股市应该要涨啊 马上我会花给我给你 看了新闻再看到近代的盘 我马上就会花了 因为有趣的是这样 其实事情妈妈不是傲人想的 事情因为不是傲人想的 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 前面讲的热血沸腾 结果怎么这种 为什么跌了49点 为什么 我现在跟大家讲 大家都很会知道 利率是所有投资的机会成本 所以如果利率要跌的话 不是钱就要转来投资的 股票不是要涨了吗 那我就说热钱要来了不是吗 是啊 那今天为什么会跌 因为我们来看一个趋势给大家证明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上了一个CG 刚刚不是讲了吗 降息不是应该钱来了要涨吗 降息不是应该会有钱 从美国本土离开吗 因为反正放在银行 没有钱 没有利息好贪 所以照理说应该会永信很多的热钱 尤其我们看道琼是最准的 因为他的时间最长 所以跟FED的利率比起来 怎么发现好像不是 我们看到只要进入了降息 股价也跌 只要进入了升息 看这波升息循环 股价是不是一直在涨 好像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人家说失失有两种 其实降息也有两种 好 降息有哪两种呢 一种是我们常常听到 就像刚刚的那张图所显示的 是因为景气转变 所以要升降息 就是景气太不好了 所以我要降息 所以表面上是钱会从银行流出来 但是 但背后更严肃的更让我们担心的原因是 景气真的不好的 因为景气不好政府才会降息 是啊 就像这边在升息 为什么 因为美国景气好的不得了 所以你怎么升息 都拦不住它狂牛般的长势 所以我说 这一个叫做景气题材 如果今天景气真的从此转落转空 而产生的降息 而产生的升息 大家长期要逆势操作 所以就说降息是代表景气不好 敲响了景气的丧钟 所以当然股市就不会做反应 那我就懂了 那今天股市不涨是这个原因吗 大家有点担心说是不是真的 因为如果本来只降一码 大家觉得可能只是预防性的 但如果到最后降两码 甚至长期要降息 大家就很担心是这一条路 但是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实施有两种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这是我们针对国际性的一个指标 就是当FED出现预防性降息 这什么叫预防性降息大家可能听不懂 就像这一次叫景气明明很好 可是他先降息叫预防性降息 那我怎么做定义呢 就是他降息以后下一次他不再降息了 这意思是什么他没有连续降息 所以这一次我们定义为预防性降息 就是他没有连续采用降息 而从他只是一次先预防性降息 然后再连续三次会议都持平 那我觉得这比较像是让川普不要再吵了 类似 那但是过去有这样的经验 不好意思 骂我甚至要摘掉我的乌纱帽 那好了 我就降一次 所以我提醒大家过去不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过去也曾经不管是战争 或者对于一些预期性 没有发生的一些 都有做一些预防性的降息 但是就如果是真的走这个十四两种的第二种的话 你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的统计 在三个月 六个月 九个月 十二个月 就是我刚刚提到嘛 如果他这一年他只降了这一次 就没有再持续降息的话 这一年的平均上都是上涨的 所以投机朋友 对于在未来的股市的一个长期的看法 我认为要看这一次的降息 我肯定是势债必行了 FED降息是势债必行 要再看下一次 如果下一次他再持续降息的话 我们就会定义为 它是因为景气真的有疑慮 要出去持续性的降息 这样可能就是走第一个 我刚刚说的第一种 那你可不可以预先研判一下 这一次是思思的哪一种 是因为景气不好而产生的降息 还是预防性的降息 如果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可以顺利的 能够在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最近应该就会这样了 如果能够顺利的能在 我们看连错都解决的话 我认为对第二种的几率是有的 因为整体来说的话 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在谈 而且美国也开始 中美开始购买一些美国的农产品 那在华为的问题上 似乎都有一些比较宽松的样子 如果有这样的走法的话 我认为第二种有机会 所以今天才特别把 可能的因素给投资者们了解 所以如果中美贸易战 下个礼拜的谈判 有承受好消息的话 如果中美贸易战有解的话 那可能是思思的第二种 是 那如果是思思第二种 照理说台股应该要涨啊 问题是台股也没涨啊 我们再回来看台股 我记得在这一天我就跟大家讲 台股能不能过万一就看一党嘛 我就说就看台积电能不能过270嘛 那台积电现在迟迟不过270嘛 所以我 我们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到底在犹豫什么呢 台积电的270 为什么一直过不了呢 一直过不了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是反复的做震荡 然后集气等到 这个照做月底的时候 仔细来看到底是利多出镜呢 还是美国还有在往上涨来决定 所以我说月底这一战极关重要 也决定了台积电 也决定了台股能不能过万一 月底这一战你指的是费了降息之后的表态 美国到底是以利多出镜来展判 到底他降息之后还会说什么呢 他会不会暗示还要持续性的降息 还是他只是做预防性的降息 所以大家都在观望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悬股呢 要怎么悬股 这一晚上大家知道降息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那降息了以后就算美国不降 降息幅度多少 以及会不会持续性的 欧洲九月也要降 韩国也降了 大家都要降 那为什么钱会跑到台湾来呢 因为这一张 大家看到没有 台湾是股息殖利率全世界目前的先进国家 因为毕竟还有很多这个 非洲国家的殖利率还蛮高的 我们在先进国家里面是4.52最高 我们算先进国家吗 对 在这个 好 所以我们在4.52里面算是高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吸引一些新兴国家的钱进来 然后做一个股息殖利率的投资 不过阿哥我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现在打高质利瑞股 毕竟该除的都除的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我要介绍两一个族群很特别 就是利率越差 他会赚更多 那到底什么人会这样子呢 降息受惠股 对 就是借最多钱的人 如果大家跟你想想看 利率一直讲 如果我借很多钱 我成本是越来越低 哦 对 那如果我是放高利贷的 你觉得说一直降息的话 如果就一般老百姓的思维 就是你跟银行借越多钱 你越受惠嘛 是 所以你找的利息越来越少 对 尤其是我是放高利贷的 我跟你借的利息越来越大 可是我到外面放钱还是放8% 10% 我的利差是不是越来越大 所以台湾就是这两家公司 一个就是9911的玉楼 一个就是5871的中租 所以这两家公司 你认为他是放高利贷公司 蛮好绝业而已 他们放的利差都比别人高很多 开玩笑 我们再讲很简单 为什么你不跟银行借钱 因为你可能信用 或者规模没有那么大 反正他们是租赁业嘛 他们租赁业的钱呢 是给银行借的 他也要付银行利息嘛 但是他转借出去呢 如果他的成本降低 他的利差就会更大 越来越大 所以你看我们在降息的过程中 他的成本是越来越低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走势是如此的 两个都是一种长途的一个走势 而且今年上半年 两个人都已经公布了获利 大约都赚6块钱 全年大概都可以赚到12块附近 我认为以现在本益比来讲 其实还是十分的合理 那长期来看 如果也受惠一个降息的话 投资人们也可以注意 好 这是笨人悬股法 那其他值得观察的个股呢 是不是包括股息殖率比较高的个股 就是你领到 因为我们说我们是高殖利率嘛 所以如果你领到很高殖利率的息 那就不得了 像今天华兴集团大党 都是因为华兴科 因为华兴科公布了高佩奇嘛 佩奇出版以后 这些人我都领到你的钱了 那他都溢住了我的获利 因为像汉宇博的 之前我们也有提过 这华兴集团今年大加码的一档公司 他有3万6千张的华兴科 因为他们是交叉持股 互相都有投资 自己母公司的其他企业 所以母公司如果发了很高的股息 他们都会领到 尤其是汉宇博的 他有3万6千张的华兴科 所以以今年来看 他光任列的3万6千张的股息 光对他的EPG的影响数 就大概一块钱 然后再来是精神科 精神科手上大概有1万4千张 所以对他的影响数 那是华兴科 所以今年发最多股息的是华兴科 是华兴科 所以如果他其他的子公司 只是看谁拥有华兴科最多 然后大家的涨跌幅就在这边 所以我说我们就来看 谁可以靠这次的股息 赚最多的钱 今天就来反映这样的事情 好 除了汉宇博的之外 在今天盘面上还可以 还有一点还蛮特别 是2201的玉笼 大家不要以为玉笼是资产股 刚刚我是不是讲了一个 另外一个叫9941的玉笼 玉笼 那他其实也是2201的 玉笼配股息也配了2201 还要不要忘了 今年还有一个2204的中华车 他不但配股息 他还现金减支 他减完的现金又给谁了 又回来给2201的玉笼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2201的玉笼 今天的表示 所以玉笼是领玉笼跟中华车的股息 对 领这两个股息 所以现在来讲说 有些人他在这次的股息里面 反正你有有钱的亲戚朋友 那你可以领到很多的股息 你就有机会在股价商场满意 然后在第三季的财报 你就会有一些丰厚的韧列了 好 这是在盘面上可以留意的是 未来的降息 到底怎么做观察呢 到底降多大的幅度 以及它会降多少次 一家的股息 也会有点逃亡 一家的股息 一家的股息 今晚的股息 决定会有限的股息 一家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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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